嘿,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教各位如何修理台燈的外蓋 這台台燈用了我十幾年了 因為最近要拍影片然後發生 蓋子突然掉下來的問題 它有嚇一跳 然後我發現這個蓋子已經 塑膠的地方它已經脆化了 這是我的台燈 像這樣打開電 這外面這個塑膠蓋有沒有 它應該是要做比較強一點的金屬 可是它久了有沒有,它脆化掉 它原本可以扣上去的地方 它這邊有沒有已經變形掉了 然後我一拉它整個斷掉了 然後我現在要用一些小技巧 把這個蓋子把它恢復原來的樣子 好,我想說 我家裡只有鐵絲或是束線袋 我想說利用這個 這個東西去看勾勾看 然後我發現它旁邊有兩個洞 我先把這個電燈的部分先把它拆下來 要拆之前電源劑的要把它拔掉 我先把這個電燈的燈管拆下來 現在要找到這種燈管的 這個的台燈已經很少了 現在都已經改成LED的燈管 這已經稀有產品了 市面上應該買不到了 這個就旋轉,然後逆時燈旋轉它就出來了 我之前這個蓋子有沒有 想說用那個熱熔膠去捏 結果發現它這個沒有用 因為它這個台燈會發燙 發燙會怎樣 發燙的話熱熔膠就軟了 軟了它這個蓋子它就掉下來 所以用熱熔膠是錯誤的方法 你看我這個之前是 用熱熔膠是失敗的 這次我要用的方法是要用束縣袋 然後剛好這台燈的旁邊有兩個洞 有沒有看到 這邊左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洞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洞 然後我束縣袋可以穿過這個地方 剛好可以勾住這個網子 可是另外一邊沒有洞 然後我要想辦法弄出至少一個洞出來 那我要先把這個 右邊這個地方比較麻煩 我要先把它蓋子 它剛好有蓋子 然後螺絲把它卸下來 這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喔這樣可以 它裡面有螺絲 喔它裡面的塑膠已經脆化了 已經聽到啪啪啪的聲音了 那這個鐵有沒有辦法拿起來 這個先不要拿起來 先把這個蓋子 塑膠蓋看有沒有辦法抽起來 我這個塑膠蓋也快脆化掉了 這塑膠蓋脆化了 那我先給它弄一個洞出來 我怕它破掉我要小心一點 我拿個工具 我用斜口茄剪剪看 剪一個洞出來 讓我這個束線帶看 我會辦法穿過去 我先把它拉下來 鏡頭拉下來一點 看那個 弄一個 弄一個洞出來 唉唷 裂開了 要小心 不知道夠不夠大 我束線帶可能要這樣穿過魚 不夠大 我乾脆用大一點 弄一個切口 弄一個切口出來 餅乾咬一口 我把鏡頭拉回來 我再把它裝回去看看 好像不夠大 再拿 再給它大一點 一定要讓它穿過這個孔 我們會讓它們可以 再給我 用大一點 5 晃 這邊 你把它用大一點 我們要把鏡頭拉 這樣子應該夠大了吧 如果這樣還不行就沒辦法了 喔有了有了有了 你看 這樣子有沒有剛好可以穿過去 我現在把剛剛那螺絲先鎖上去 這個塑膠殼好像也快要爆掉了 所以鎖的是要小心一點 不能鎖太大力再鎖下去他這個 下面的塑膠殼可能也被我弄到爆掉 這樣子我先試一下 束線帶這樣穿 可以喔可以這樣穿 這樣就可以 然後這個孔已經 我拆的時候太大力不小心把它拆到破掉了 所以剩下一顆螺絲了要小心 因為這蓋子塑膠的很輕還好啦 沒有不要緊 我們現在先把那個束線帶先給他穿過去 先穿過去再來裝安裝燈管 給觀眾看一下這樣子 其實這個孔已經夠大這樣穿過去 是要配合這個藍色蓋子有沒有 藍色蓋子啊 你看這邊藍色蓋子 那藍色蓋子剛好開的孔是這樣子 所以我一定要對到這個藍色的孔 黃色的孔剛剛沒對到 第一次沒對到 第二次開大一點就對到 這個先穿進去 然後我那個燈管 燈管再給他安裝上去 這裝的時候要小心 玻璃的 瞬時針這樣慢慢的 慢慢的旋轉進去 我現在單手操作 我們拉高一點鏡頭拉 帶遠一點 這樣子穿 好 好 先插電視看看 先插電視看看 沒問題 沒問題就來加蓋子 啊對還有 總共要穿三個 這邊 旁邊還要穿兩個 這樣就三個 這樣就三個束線帶 旁邊剛好這邊有兩個孔 然後到時候這蓋子有沒有就蓋下去這三條綁起來就不會掉 我先把它稍微含著 先繞一點點 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三條一起拉就好 三條一起拉這樣子 串過去 這樣子兩條 還有一條在下面 鏡頭拉近一點 這樣子看應該看得到吧 這樣子 這樣子三個 三個環都一定綁好 然後最後 就是把這蓋子把它推上去 推不上去也沒關係啦 因為這個蓋子已經變形了 主要是怕做燈管有沒有 燈管 離我們太近 這個就這樣拉出來 要拉緊 拉緊就好 拉緊就好 怎麼拉緊? 應該已經軋了 成這樣 按在外面 我先把這個 這個什麼,魷魚絲把它剪掉 這個魷魚絲把它剪掉 喔,這樣子就 蓋子就被我修好啦 然後再把它轉360度 然後再把它轉360度回來 然後我們再來開電 開電視看看 OK,修好啦 這樣子 不會很醜啦 你看束線袋白色的 這樣看起來還好 不會特別奇怪 這樣子綁起來 到時候如果燈 燈管壞掉的話 就是換這三個束線袋就可以 這個燈 這個台燈就可以繼續用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